即便没有办法成为 最终JAMBLU的一员 也不代表你们的人生就这样 但为了团队能够更理想的往前 我们还是要宣布 就是要离开JAMBLU的成员 经过两个月的魔鬼训练 换来小熊还是要面对最终淘汰 谁去谁留都让小熊饼干相当关注 你们都知道今天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在我们公布 没有办法跟JAMBLU一起走下去的成员之前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 即便没有办法成为最终JAMBLU的一员 也不代表你们的人生就这样 不代表你们的演绎事业就这样了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的机会会不会更好 但这不是逃避的借口 不是永远都是下一次 我下次再怎么样就好 下次再怎么样就好 永远就是把握当下 然后尽决定冲 但为了团队能够更理想的往前 我们还是要宣布 就是要离开JAMBLU的成员 Vicky Vicky 容容 还有 Vito 那明显包括的部分会影响太多的东西 应该你自己也知道 可是是看得出你的进步 我觉得你应该成长了蛮多的 那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真的是Vocal 因为知道自己的实力还没有到这么的高吗 所以会觉得说 这次要当经验 经历就好 然后我负责就好 有经历做就好 来到韩国之后 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 可以来说 一开始是会觉得很迷茫 就是我到底来这边我是对的吗 我想做吗 我在做什么 然后慢慢地到后面 我觉得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 好像真正想要的跟喜欢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可能往幕后 然后还有创作这一方面先多去学习 在拍《蔚来少年》那时候 我有跟你讲过 你只要把团长的职责做好的话 你一定可以生存下来 这句话你记得 我之前有跟欣明跟你比较过 什么身高 什么位置 各场实力 你都其实赶不上他的时候 你只要把你现在的领导的 这个做好的话 你一定可以成功出道 你觉得你有做到这个事情吗 确实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我也觉得经过这一次 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成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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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